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人 更年期的女性 熟后 放化疗 老年人人群优势如下 第一 备孕期的女性 备孕期的女性服用叶酸片 为的是预防胎儿神经管发育畸形 服用复方红衣补削口服液 是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 提高受孕率 预防孕期的贫血 第二 孕期女性 常伴有硬成呕吐 是胎儿在摩体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 但也可能导致孕妈妈摄入人养不良 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此时服用复方红衣补削口服液 可以改善应声反应 改善孕妇脾胃吸收差 保证胎儿成长的需要 第三 产后女性 WHO提倡抹入胃养 但产妇在封面后 身体状态恢复比较差异很大 不少产妇封面后迟迟没有乳汁蜂蜂蜜 而导致了不得不采用奶粉喂养宝宝 而红衣补充气血 可以提高产后女性乳汁蜂蜜和奶水的质量 帮助恢复身体的状况 预防产后病 第四 儿童 儿童的脾胃功能相对虚弱 时机与不正当的喂养方法 会导致孩子出现挑食 厌食的现象 红衣可以改善儿童的挑食 偏食现象 改善脾胃吸收功能差 提供成长营养需求 第五 更年期女性 更年期女性主要特点是磁激素水平下降 皮肤皱蜂增多 睡眠不好 照热 月经不规律 红衣可以补充气血 改善气势 调理身体 安神助免 第六 熟后放化疗病人 这类人群由于长时间持药 身体属于亏空状态 红衣促进骨髓造血 补充营养调理身体 帮助身体恢复 第七 老年人群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胃肠消化吸收能力下降 营养摄入也常常不足 红衣补充营养 调理身体 促进骨髓造血 改善睡眠的质量 复方红衣补养补养 枸杞 大枣 木耳四位药石同源的中药组成 全方金陈佐使科学配武 适合孕产妇 儿童 育龄女性 老年人 更年期的女性 术后放化疗等人群 中药组成